如果你最糟糕的噩夢就是讓你的身體對另一種生命所接管 那就不要玩下看了 情方高能 燃小聖露 我是王浩琦 在開始下你的時候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現在就能及時收到有趣的更新哦 人夫雲屬狂人科 塵蟲有點像蜜蜂和燦煙的結合體 而它最可怕的地方是 幼蟲氣 它的幼蟲會寄生在宿主的體內 待長大成熟後 從宿主的肉體中破體而出 這些蒼蠅的壽命只有9到12天 基本上它們的誕生只是為了交配、繁殖和死亡 食性能夫人在產卵時會找蚊子或者普通蒼蠅 用粘性膠狀物質把卵產在它們的身上 這些蚊子被蒼蠅會去尋找動物 在它們吸血停留的過程中 就把卵留在動物身上 藉著宿主的體溫在5到10秒內就能呼化成蟲 之後順著毛孔抓入皮膚 在皮下靠出結地組織為生 一旦蟲卵落在宿主身上 肉蟲將通過釘腦的傷口或者毛囊在宿主皮膚下挖個洞 它們身上長著類似倒刺的結構 可以防止乏出或被擠壓出來 在其生長過程中會分泌一種特殊的抗生素 以防止其周圍的組織感染泛濃 同時可以分泌抗凝血因子 使周圍的血液不會凝固 讓自己在宿主體內浮得更加滋潤 它們是用尾端來呼吸的 因此可以一頭扎進宿主的體內進食 每隔幾分鐘就會從挖開的通道伸出頭來呼吸一些新鮮空氣 如果遇到宿主想殘形拉出來 往往會導致它們裝得更深 而且它們的倒刺結構也會影響這一過程 要想取出它們 只能等待它們成蟲後自己爬出來 或者用凡事靈和其他東西分出傷口 讓蟲子因缺少氧氣爬到山口附近 再把它拉出來 幼蟲將在宿主的皮膚下寄生長達3個月 期間一直在進食和生長 並在其寄生位附近引起炎症 雖然看起來很恐怖 但慶幸的是 這蟲子對宿主並不致命 一旦幼蟲離開了宿主 一般幾周後傷口就會完全癒合 除了寄生在生物的表面 有時候也會寄生在生物的殘道裡 這種情況多發生在生物填飾帶有臭軟的傷口或者物體上 慶幸的是 這種生物都是在美洲和非洲才有的 中國基本上是見不到 雖然如此 國內還是有很多被寄生的案例 多發生在去非洲和美洲回來的情況下 所以 如果你去算數兩個地方旅遊的話 記得一定要噴防蟲劑喔 本期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不要忘記訂閱喔 我們下期見